若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他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 纷争 毁谤 妄疑 并拿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净 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感谢主 但你这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招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 并在那本丢比拉多 做过那美好见证的 基督耶稣面前 嘱咐你 要守这命令 毫不玷污 无可指责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到了日期 那可称颂 独有全能的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要将它显明出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 都归给它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在人群中呼召我们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聆听你话语的这样的能力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环境 我们今天把自己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 就求你的圣灵 你来恩告我们 你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口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同感一灵 让我们明白你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天父求你让我们成圣 让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 天父我们把自己 把这段时间就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带领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呢 我们如果去查考圣经 会发现呢 有一个永恒的主题 那就是神 他不断地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呢 我们要圣洁 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呢 圣洁这个主题啊 就贯穿了整本圣经 作为基督徒 其实我们呢 在你一生之中呢 如果问你 有人要问你的话 说我们应该努力 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才能够得神的喜悦 其实你如果用一个词 来回答他呢 那就应该是圣洁 基督徒呢 我们要做一个敬钱 做一个敬钱的人 那么在提摩泰前书啊 他就讲到呢 他说呀 只要弃绝 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 在敬钱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敬钱 凡事都有益处 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那么实际上呢 保罗说到这个话的时候呢 他在提醒我们啊 包括他给 写给他的学生 他做最后的嘱托的时候呢 他说的呢 非常的清楚啊 他在说呢 你们要追求敬钱 在你的一生中呢 他说不要停止这一点 你要永远的去追求敬钱 他说你去做别的操练 锻炼身体也好 做其他的也好 他说这样呢 会有益处 但是呢 这个益处呢 是有限的 只有当你敬钱的时候呢 你所得到的这个神的祝福呢 是无限的 感谢主啊 刚才我们在经贸赞美中呢 大家倡导说 神给我们祝福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祝福 那么你想得到更多的祝福呢 就要去操练你自己的敬钱 那么什么是敬钱呢 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词啊 其实有的时候呢 越是平常的词啊 我们越是很难去给它定义 我找了一下啊 什么叫做敬钱呢 有一个标准答案呢 这个标准答案说呢 敬钱就是在神 在基督 在福音里的信心 与他所产生的 外在生活之间的平衡 那这个话明显是从 英文翻译过来的啊 说敬钱是一种 在神里边的信心 和我们现实生活的平衡 那这个呢 读起来很不好懂啊 那简单的说呢 敬钱呢 就是因为人认识了神 然后呢 因为对神有这样的认识 或者呢 跟神建立起了这样的关系 然后就表现 或者影响了呢 你外在的这些行为和生活 再简单的说哈 那别人看你 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呢 你说因为我信神 别人看起来呢 这个呢 就是你的敬钱 看到这个哈 他就知道 哦 这个就是敬钱 所以不是单纯的一个事情啊 是两方面共同在一起 发生了某种变化 别人看到这个变化呢 就说是敬钱 比如说哈 帮助大家理解 举两个例子哈 比如说弹一礼 我们都知道弹一礼这个人 弹一礼呢 在他的生活里边呢 发生了很多事情 首先呢 他在少年的时候呢 就被这个巴比伦呢 就被抓走了 被掳了 被掳了呢 那么当时的这个巴比伦人呢 他为了打消犹太人心中这种骄傲哈 觉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呢 给他们个命令 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呢 要吃我们巴比伦人的饮食 不要吃你们那个犹太人的那个 原来那些律力典章规定的一些东西哈 也就是说呢 给他们一些呢 他们认为不洁的东西让他们吃 那很多人呢 就妥协了 那王呢 还下了一个命令 说如果是你不吃的话 哎 你要是形容哭狗啊 你长得不容光焕发 发育不好啊 这个就违法了 这个就要处理你了 那我们看这个时候呢 弹一礼呢 他就坚决表明 我不吃 我就吃蔬菜和水 我还能保证将来呢 我一样容光焕发 那你看 这个呢 其实在别人看来 他为什么不吃啊 他敬钱呢 他对神敬钱 那后来呢 又发生事情了 这尼布甲尼萨呢 发了神经病啊 造了一个像 让大家都来拜他 那丹一礼和他三个朋友呢 就说我们不拜 除了耶和华真神 我都不拜 那这个呢 其实呢 也是敬钱 别人说 他为什么不拜啊 你会想怎么回答这个事情 如果你是当时的观众 如果你是丹一礼身边那些人 别人问你 哎 为什么丹一礼 他不拜这个像呢 王说了 如果不拜的话 就把他扔到火窑里 那他也不拜 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呢 你当然 作为我们正常人都会回答 因为他信神呢 言外之意就说呢 因为他是一个敬钱的人 他对信仰很认真 他的信仰影响了他的生活 这个呢 就是敬钱了 那么其实在今天呢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你想一想 有很多人 甚至包括你自己啊 你可能就会因为你的信仰 你愿意做一些呢 在别人看来呢 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那我认识一个天主教的这个朋友啊 一个天主教的医生 家庭医生 他非常清楚地告诉 每一个到他这边来寻求咨询的人呢 他说呢 我是不会给任何人 开这个堕胎的药的 或者呢 转介任何堕胎这件事情 他说因为我们天主教徒 我们是反对堕胎的 我们认为那是杀戮 那这个在 实际在新西兰呢 在以前呢 包括在现在呢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 人家可以告他的 我现在来找你 你是我的家庭医生 堕胎是合法的 你现在不给我转介 我可以告你的 但是他坚决不做 他说我就是 因为我是基督徒 那么可能在前几年 有个新闻啊 热点新闻 大家可能都知道 说在这个北美地区啊 有一个蛋糕店 蛋糕店老板 给人专门做这个婚礼蛋糕的啊 那有一次呢 一对同性恋人呢 到他这店里面订蛋糕 说我要订个结婚蛋糕 他呢一看呢 说哎 你们俩做这个是同性的啊 他说对不起 我是基督徒 我不做这个 后来这个 这两个人呢 就觉得非常的气愤啊 就告了他们嘛 法庭就判了他们嘛 判了他之后呢 罚款 罚了亲家蛋糕 那我也不做 后来呢 就是这个全世界新的热点新闻呢 大家都都去给他募捐 后来帮他打官司啊 等等等等 如果愿意的话呢 互联网有记忆的啊 你们可以查到这个 那如果你 你作为旁观者 你怎么去评价 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呢 其实很简单啊 那原因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他信神嘛 我们知道呢 因为呢 他有真实的信仰生活 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很敬钱的人 所以敬钱呢 大家要去理解啊 敬钱是什么呢 敬钱是因为认识神 然后产生的这些外在的 一个生活的变化 或者呢 外在的生活 所以它是由内到外的呢 两部分的 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呢 保罗他在他的书信 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提摩泰前书 基本上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讲 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呢 他告诉提摩泰 这等于说最后的嘱托呀 他在说呢 你们 你要坚持敬钱 要告诉大家呢 要追求敬钱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要思考了 那追求敬钱 怎么追求啊 从哪里开始啊 怎么去进行呢 那么保罗就今天 就帮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啊 那么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中呢 首先讲到啊 说呢 敬钱呢 首先是从神的真理开始 我们可能通常会想到 说是敬钱呢 这是一种 好像首先发言于你自己的决心啊 我希望做一个敬钱的人 我希望我努力 我愿意去努力 有一个心态啊 其实不是的 敬钱呢 是从真理开始 那么保罗呢 首先他就讲 他说若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 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钱的道理 他首先就讲到啊 他说呢 敬钱呢 你以什么为标准 你向着哪个方向去努力 你这个你得先清楚 你如果方向和标准都不清楚呢 那你去做这些努力 是没有意义的 你怎么下定决心 你冲着什么下定决心呢 他要求我们想明白这一点 那说到真理呢 实际上保罗在这段话中啊 他讲到了两个问题啊 需要我们注意的 他说你去探讨真理的时候 或者是敬钱努力的目标 敬钱去模仿的榜样 那么你要注意呢 这个真理呢 第一个呢 他说你要服从 主耶稣基督 纯正的话 作为基督徒啊 作为现代生活的人呢 我们谈起真理来 咱们呢都不陌生 我们说在世界上 有很多真实的 正确的 永恒不变的东西 我们呢管它叫做真理 比如说一加一就等于二 比如说呢 水在正常的条件之下 加热到一百度 它呢就会变成水蒸气 等等等等 我们说这是真理 这个呢是不可辩驳的 永远都是这样的 永恒不变的 那么在我们信仰里边 说什么是真理啊 我们怎么去判断 我们信仰 我们所信的东西 它是真实的 而且呢是永恒不变的呢 我们可能呢 通常人呢 我们是不断地去摸索的 我们会觉得说呢 什么是真理啊 我们大家都认可的 首先这个可能 可能就是真理啊 比如说人呢 要有善良之心 人呢要有侧隐之心 人不能太坏啊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嘛 那说你呢 要去爱人 因为呢 他跟你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爱他 你己所不欲 物失于人啊 等等等等 我们会说呢 这些道理都是正确的啊 老物老以吉人之 老幼 幼以吉人之 幼等等等等 我们会说到呢 很多这方面的想法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 在我们所有承认的这些 道理或者真理里边呢 它可以分成两类的啊 一类呢 是我们人通过自己人类的经验 总结出来的 比如说呢 说我们 尊老爱幼 爱你的老人呢 爱你的孩子 就像 爱同样 推而广之 你要爱别的老人 你要爱别的小孩 老物老以吉人之老 幼又以吉人之幼啊 那么这个呢 说这个是绝对正确的 为什么呢 对我们整个的族群 对我们整个的种群 是有帮助的 而且呢 有一天 我老了 我也会得到同样的对待 那我们得出很多的结论 说这个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你要知道呢 这是我们人类啊 通过我们人类的思想经验 我们总结出来的 另外一类呢 就不是我们人所能总结出来的 这个是启示来的 启示 有一位神 有一位超越于我们的存在 直接地告诉我们呢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们呢 就要去这样做 比如说 他说 我是独一的真神 除我以外 没有别的神 你这个你没法去 去鉴别的吗 你没有办法去推测的啊 用人类的经验 你没法去检验的 所以呢 这叫启示 那么保罗说呀 他说 我们基督徒 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 他说这个只能是说呢 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那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啊 什么意思 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 跟他门徒交流的过程中 他所说的这些话 就叫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呢 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 主耶稣基督呢 他是三维体的真神 神所说的话 神所给人的启示 保罗呢 是指说 真正的 纯正的神给人的启示 那么他在这里呢 非常的明显啊 是说呢 神所启示的真理 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好 先知的教导也好 还有流传下来的 这个旧约的这些律法也好 那这些呢 这就是耶稣基督 给我们纯正的启示 那我们当然今天呢 我们就很清楚啊 神的启示在哪里呢 神的启示在圣经里 在我们这个整本圣经里边 这是神的真理 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是我们一切 敬虔也好 圣洁也好 努力也好 我们应该参照的标准 或者说呢 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按照那个方向走 我们要达到那个程度 那这个呢 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呢 因为圣经告诉了我们 我们要这样做 那在我们教会呢 我呢始终都在坚持 我们要强调呢 大家要学习 强调学习圣经的重要性啊 我们可能平时呢 没有这么高的 说这学习圣经啊 大家都学啊 小组也好啊 平时我们茶净班也好啊 我们主日也好啊 大家学圣经 好像这就是一个 一临半爪的 今天学点 明天学点 后天学点 这有多重要呢 弟兄姐妹们 你要知道啊 潜意默化的真理的熏陶啊 实际上呢 我们能够了解神的真理 我们能够了解 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能够了解最终的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全靠我们日常 这样的学习和积累的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 不是说我们教会 我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 很可悲的一点啊 就是我们潜尝则止 说信了耶稣 了解了关于耶稣基督的道理 了解了我们人是罪人 这个现状 也寻求了解决的办法啊 觉知信耶稣了 但是呢 就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呢 再向前走一步 就停留在呢 充满了感动 充满了激情 这个阶段啊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神要求我们 能够到水深之处啊 神要求我们呢 能够脱离 那个吃奶的婴孩的状态 让我们可以真正的 明白这些道理 因为我们只有 明白了这些道理呢 我们才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去效法 去前进 但以理 他能够坚持 我不去拜别的偶像 我不违背神的律法 他不是说呢 那一天他忽然兴奋了 不是这样的 那是因为呢 他非常的清楚明白 神 是什么样一位神 神对人什么样的要求 他非常清楚的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 保罗讲到呢 他说你要服从真理 那么真理是什么呢 首先你要服从 主耶稣基督 纯正的话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们每天的生活 看起来呢 好像是 很多时候吧 好像是这个 好像随着潮水一样啊 我们没有办法 身不由己地去做 从这个 学习啊 然后呢 说是工作 结婚 生孩子 一步一步的 好像我们觉得很自然的 就往下走了 弟兄姐妹们 人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不做一件事情 我们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呢 作为基督徒 你应该非常的清楚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的神 要求我这样 这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呢 都要有圣经根据的 你不能张嘴就来 你说大家都这么认为 所以我这么认为 那是不行的 一定呢 要找到你的圣经根据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人生啊 才不至于呢 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人这一辈子 不能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浪费时间 基督徒呢 就更不要做那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 神已经给了我们指引 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 给了我们人生的计划和指引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呢 要去研读圣经的 不能说哈 在圣经里啥都有 最起码我们基督徒 人生旅程中 我们需要的东西 都在那里了 所以呢 咱们呢 要学习圣经哈 那第二个呢 保罗讲到真理啊 必须要合乎 敬虔的道理 保罗说 你看到神的真理 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啊 我们今天说 真理都在圣经里 我们拿起圣经 咱们研读研读就知道了 你要知道呢 在保罗那个时代哈 他是没有一本成本 这么样的圣经的 只是一些呢 使徒们口传的律法 还有呢 这个原来记载流传下来的书信呢 还有旧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人们去分辨了 说这个人教我们一个东西 那个人告诉我一个事 我自己想一个事 这是不是合乎于真理啊 保罗说 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啊 要合乎敬虔的道理 我们今天说起来说 什么是神的真理 好像这是一个 很神学性的事啊 弟兄姐妹 我们主日讲到呢 不是上神学课 咱们基督徒呢 也不是说 我们满嘴这个道理的 这个大学教授老夫子啊 其实说起来我们基督教的思想 我们基督徒要遵守的这些法则呢 说起来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认为任何道理 真理 或者呢各种的教导 它是正确的 那么它一定有一个特点呢 它就表现在 在你日常的生活里边 当你去应用它的时候 你日常的思想行为 日常的生活 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可以让你对神更敬虔 其实检验标准就这么简单 你说一千到一万 你说出花来 你觉得这个事好啊 兴奋啊 对啊 合乎情理啊 就检验一下 这个道理能不能让你 对神更敬虔 这就是保罗说的啊 他说这个道理呢 是不是合乎敬虔的道理 学一个东西 或者说呢 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这样做 或者说基督教这样要求 有任何人说这种东西了 你就看一看 能不能他所说这个东西啊 内在的 让他呢 跟神的关系呢 好像呢 更亲密了 外在呢 他看起来 更像一个基督徒 像一个信神的人的样式 别人看见他了 就觉得啊 咱们用一些感性的东西 来衡量呢 别人看见他 说到这个道理 然后这个道理 反映在他生活中的行为 别人就觉得说呢 哎呀 这个人是个有信仰的人啊 哎 人家那样做呢 咱不能跟人比 人家是基督徒 那 这个道理呢 就对了 那说的天花乱坠啊 哎呀 这这这 无懈可击 但是呢 别人都说哈 哎 说得挺好 那也就这样 就做不到的 没人能做到 他也做不到的 那完了 那这个呢 那就 不是引人到敬钱的 那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在信仰生活中 说起敬钱这个事 说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很好 这个人很敬钱 看起来是很私人化的东西 很难以描述的嘛 你说我 作为你们的牧师 我是不是一个敬钱的人啊 你根本看不出来吗 平时 我站在那你咋看出来啊 我自己 我说我每天晚上 跟神祷告五个小时 那你信吗 对吧 我说我 哎 一看到圣经 我激动的 哎呀 我这心脏都跳到一百八十一次 那你 那只我说说而已 对吧 你没有办法去检查的 什么东西能检查呢 外在的指标 他这个人 做人 做事 还有呢 他跟周围人的 这个交流关系 还有 对我们这个群体 我们是基督徒吗 我们是教会吗 他的这些理论 引发的这些外在的表现 对教会的成长 是不是有益处 大家知道 教会不是组织 教会是我们这群人 他的这些想法行为 一举一动啊 是不是对身边的人 有造就啊 对我们整体有造就啊 让我们能够在一块 能够过得更好 那这个呢 就是引发 敬虔的真理 否则呢 就没有意义 那我说我每天晚上 查警五个小时 祷告五个小时 那 最后一人 我的身边的人 该啥样还啥样 教会该啥样还啥样 那你的读经祷告 读到哪里去了 我跟神的关系亲密啊 你到天国了 所以弟兄姐妹啊 你要去分析保罗说的呢 这是我们使徒 神流传下来 通过他们流传下来的 神告诉我们说呢 不要去弄那些 假大空的东西 信仰是非常扎实的 神的真理 一条一条放在这 能不能成为你的真理啊 能不能让你的生活 更敬虔 敬虔体在哪 能不能产生 把大家都能够聚拢来 对神更敬虔的 这样的行为 产生了 那就是神的道理啊 你的行为 那就是敬虔的行为啊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清楚啊 你看在圣经里的教导啊 神告诉我们说呢 作为基督徒 你要爱神 你要爱人 那咱们以前查过 使徒行传啊 我们也讲这个门徒书信 讲到说 爱人 你看每一个使徒都在讲 爱人从哪开始啊 从爱你身边的人开始 从你家里人啊 从你的教会开始 照着照着这个孤儿寡妇 都要先从教会开始嘛 对吧 那从教会开始 那么你每天的行为 你的思想 你基督徒的信仰 给你带来的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在建立教会 在建设教会呢 那换一句话说啊 我们作为一个 按照合乎敬虔的道理 去生活的人 如果第一 你那个道理 是神的真理 第二呢 你在努力行敬虔的事 那么你一定是一个 对神的事工 对教会呢 认真努力把这一切 当成一回事的人 这一定是这样的 这就是经文告诉我们的 这两点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咱们去衡量一下 那实际上 我们倒着推回去 你所坚信的 指引你行为的 那些思想 它是不是 神的真理 大家去想一想 那 讲到这里呢 使徒保罗呢 他是怕我们不理解呀 就是关于这个真理 我们怎么去判断 这个真理的问题 他实际在后边呢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这句话本身呢 也在说 他说那些全传异教的人 他在这里说 其实非常严厉的 任何不符合这两个标准的 就是不是神自己启示的 不能让你对神更敬虔的 这样的道理呢 他直接就说 保罗就说呢 这就是传异教的 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信仰 然后他就具体就讲了 他说那些似似而非的真理 似似而非的信仰啊 他不会让人产生 对神的这种敬虔的行为 他呢 也不会去造就这样的一群人 他只会呢 对教会 对神造成破坏 所以他在这里边讲啊 他说那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给画了一幅画像 他说他们呢 自高自大呀 一无所知啊 专后问难啊 争辩言辞啊 等等等等 刷了好多这些东西啊 保罗这个话呢 说的其实挺伤人的 我们中文翻译呢 要讲究信雅达呀 对吧 要雅 非常的含虚啊 那实际上呢 那实际上呢 他不是说这个经文的原意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去看看英文版圣经啊 有好几个版本 他们把这个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啊 一无所知啊 翻译成什么呢 我去真的去查了一下啊 翻译成 一个版本翻译成傲慢的傻瓜 另外一个版本翻译成呢 自大又无知的愚蠢人 实际这个我们圣经中好多骂人的话啊 当然他不是随便乱来的 他那是非常严厉的啊 那么保罗用这个话来说呢 是说这样的人呢 他的愚蠢不是我们能预测的 他已经蠢到你都没有办法去说他的程度了 什么人呢 就是拿的根本就不是神的真理 自己似似而非的啊 他的真理是虚假的 这些人他在教会中 实际他本质上来讲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的表现呢 就是他们对各样的猜测 和琐碎的事情呢 非常愿意争辩 愿意跟你辩论啊 万一愿意跟你去探讨 而且呢 在圣经里边讲到这个 专后问难争辩言辞啊 他实际还有个形容 他说他们有一种病态的热心 那就是保罗说这些人就有病 你如果仔细的你想一想 实际保罗书信 在所有的书信中啊 他特别反感的一类人呢 就是根本就不是拿了真理啊 似似而非 听个一连半转 或者自己去脑补一下呢 然后呢 就拿来跟你胡搅蛮缠 保罗呢 实际上是最烦最烦这种人的 所以他每一次提起来呢 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哈 所以这里保罗就说呢 这些人是有病的 那这样琐碎的争辩和这个争论呢 保罗就说哈 他会带来一个人际关系上的 全面的崩塌 他接着呢 就讲了几种结果哈 一共可以分成五种结果 他说嫉妒 这样的人呢 他会恼怒别人的恩赐啊 他嫉妒吗 第二个呢 纷争 他说在教会中呢 会形成一种争辩的气氛 毁谤 这个妄疑啊 他说他呢 就会对别人呢 有猜忌和人身攻击了 那第五个呢 就说呢 争敬 争敬呢 就是我跟他斗争啊 恼恨的一个结果哈 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人呢 实际他的整个人在教会里面 他是非常非常的扭曲的 为什么扭曲呢 咱们再往回看哈 说指导人的行为的 一定是有他背后的思想 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 因为他所拥有的那个道理 不是从神而来的真理 指导他行为的 他不是真实的真理 就这么简单 他来到教会中 跟我们来到教会中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他信神的原因 跟我们信神的原因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种事 我想这个在 在教会中哈 我们呢 一点都不陌生的 大家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你可以去想啊 那比如说 哎呀 这不太好举例子哈 比如说我们在经外赞美 没有指你们几个哈 不要多心 比如说在经外赞美 参加师班 在教会中 两个工作要做 一个呢 是每次那个打扫厕所 或者是收这个 后面收这些这个设备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站在前面这个 做主席领唱 那哪个更让人感到幸福啊 当然这个幸福感更强啊 我说你们举手 你们就举手 哎 大家唱了就唱了 说阿门嘛 所有人都喊阿门 你摆椅子的人 你多孤单啊 你来了就你一个人在这摆嘛 对吧 摆完了看看周围 还是我一个人啊 你大家来坐在椅子上 谁谁会感谢 哎呀 昨天谁摆的椅子 谁会问呢哈 他不会问呢 那收拾厕所的 更没人打进了哈 哎 都说这厕所这么干净哈 没人想的是有人干的 那很明显的呢 那有些人呢 他就会选择 哎 我来教会 我要在这 不让我 我就不高兴了 哎 那个人在前面这个 我看他不如我 哎 他怎么能那去呢 我听说那天 他是这么讲的哈 这个话有问题的哈 哎 我认为这个信仰 这句话是这么解释的 你看他 你问问他 他会解释吗 他不会 哎 他的信仰不成熟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呢 嫉妒啊 纷争啊 毁谤啊 争敬啊 其他的例子 大家自己想了 为什么呢 他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信耶稣 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来教会 就不知道自己 这个教会的含义是什么 就这么简单 所以保罗是在告诉我们说呢 来到教会里边 你要去思考 你所信的 指导你的那个真理 是不是真的 咱们基督徒 所应该有的真理 还是你自己脑补的啊 你自己去从哪 一临半爪里听到的啊 或者呢 那是完全的不真实的呀 这个呢 我们需要 需要思考 你先有了这个标准 有了这个基础 然后你才能够说到呢 你开不走 这是我们第一个啊 那接下来呢 就是有了这样的这个 真理之后呢 我们怎么做呢 保罗又回到他的主题了啊 保罗讲到呢 他说你们这属神的人呢 逃避这些事 不要做这些事啊 然后你怎么做呢 就讲到要操练我们自己生命了 保罗认为呢 基督徒你的敬虔呢 是需要操练的 不是生来就有的 我刚才讲了啊 这个但一里呢 他不是生下来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人的 他是经过不断操练 最后呢 走到那一步的 那保罗说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向呢 来操练自己啊 首先他就讲呢 我们要能去操练 自己内在的部分 操练自己呢 属神的这个性情啊 保罗说 但你这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我想呢 保罗写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可能呢 想到哪些品格 他就写了哪些品格 实际上保罗呢 他在告诉我们呢 你既然已经信了耶稣基督 你要从你内在的 你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咱说好人还是坏人 善良的人 还是一个凶恶的人 等等啊 这种性格 你要去操练你自己 我们呢 要逃避那些啊 邪恶的 不好的那些东西 什么竞争啊 嫉妒啊 纷争啊 等等这些东西啊 我们呢 要去操练自己 公义敬虔 信心爱心 忍耐温柔 怎么去操练呢 你内里这些事情 是通过一件一件的事啊 大事小情 去磨练你的 那这个人对你 不好 他对你 要跟你纷争 有纷争 你是不是可以公义地 对待这个事情啊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呀 你对一个 可以让你感到 愤怒的事情 你是不是可以忍耐呀 你对身边的人 是不是可以温柔啊 这些呢 都是通过一件一件的事情 去磨练 磨练什么呢 磨练我们内在的 这个品格的 内在的品格 弟兄姐妹啊 内在的品格就决定了 我们这个人是谁 你站在众人的面前 别人想你 怎么评价你 评价的呢 是你内在的品格 这人是个好人 还是个坏人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第一个操练呢 就是我们属神的性情啊 那第二个呢 保罗就讲到啊 他说 其实有一些 非常现实的事情 你们可以做的 那就是说呢 你要为神去做见证 说你要为真道 打那美好的仗 吃定永生 你为此被招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保罗说你 你被呼召过来 就是为神做见证的 所以保罗这个话呢 说的呢 等于说 非常的清楚 我们基督徒是啥呀 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 你见证什么呢 你要见证神的真理 神的性情 神的计划 见证人的意思是啥呀 别人看到你 就等于看到了 他要看的这个神的这些东西 说一个基督徒信的神 什么样啊 这个人是基督徒 我们看看他 就能找到这个神的形象 这就是见证人 在你的身上找不到 那你就不是见证人呢 你就没有完成神 给你的这个使命啊 那保罗就说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见证神 或者作为神的见证人 我们最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我们要见证什么呀 大伙都说 我们的信仰基督真理 说起来 那还得十句八句说不完呢 那 减缩的浓缩的是啥呢 今天保罗告诉我们了 他说 斥定永生 你去见证给别人 见证啥呀 见证你是一个 斥定永生的人 这个大家呢 要注意了 这是我们见证的内容 我们通常说讲见证 很多人马上就想到呢 我怎么信了耶稣 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有多大 其实呢 这个就狭隘了 见证的内容呢 远远不止于此 这个美好的见证指令是啥呢 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斥定永生 为什么呢 你想啊 当你向别人去介绍你的信仰的时候 你知道你自己有永生 你知道你自己有永生呢 首先这就说明啊 你是相信神的吗 你相信有天堂有地狱吗 没有天堂有地狱 那你谈到永生吗 谈不到的吗 所以呢 一定呢 是你有相信天堂地狱审判 这一系列的真理 那知道自己有永生呢 也知道我有信心 我为什么可以有永生 我坚信自己呢 可以坦然无惧地走到神的面前 我到那个时候 神在拣选去筛选一下 你应该到哪里去的时候吧 我心里一点我都不担心 我知道我一定进天堂的 这个叫坚信自己有永生啊 所以保罗说呢 你应该非常清楚 你应该向众人去见证你这个信仰 那如果你做到了 你就是得神称赞呢 你就完成任务了 做不到呢 那你就没有完成任务 你不做呢 那就更是错误了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呢 我们向别人去见证永生这件事情啊 这是我们的工作 你要向别人去讲这个问题的 我们今天又说了 那你向别人讲这个问题 这不就是传福音吗 对吧 你当你去跟别人讲 哎 天堂多美好 我有永生的盼望 这个世界是有审判的 那然后是干啥呀 不是讲完了之后炫耀一下 你看我将来上天堂 你下地狱了啊 哎 再见 咱俩不是一路人 不是到这就结束了吗 对吧 你一定会邀请他呀 那你也跟我一块来教会吧 你来认识这位神 将来咱们都在天堂里啊 你是这样去见证的吗 所以实际呢 对我们来说 具体来说 作为基督徒来讲啊 你要做什么呀 你要去传福音的 我们今天啊 说起来 可能一说到传福音呢 大家既不陌生啊 其实也不熟悉 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就是个口号说一说 说这个咱们教会牧师呢 他愿意人 教会人增多 所以就鼓励我们传福音啊 弟兄姐妹真不是的 你要知道呢 传福音这个东西啊 不光是说在大使命中 耶稣说了 你看圣经中 整本圣经都在讲 我们是神的见证人 我们要去见证神 我们见证神啥呀 就是给他传福音 让他能够信神呢 这是神对人的心意嘛 所以呢 我们呢 要去传福音 这么简单清晰的事啊 那今天我们要想一想 咱们每一个人 有多少人 可以坚持到这一点呢 弟兄姐妹啊 你有多长时间 没有向你身边的人 做见证了 你可以说哈 那是因为这个 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没有办法 面对面的跟他吃饭啊 所以我没有办法 给他传福音 弟兄姐妹们 疫情快结束了 最起码去于平静了 你可以向他做见证了 你可以邀请他了 有人说呢 哎呀 牧师啊 我这个时间经历呢 都在彼此相爱中了 我关心我的弟兄姐妹啊 挺好的啊 但是呢 你要知道啊 我们在教会中 任何读经啊 祷告啊 彼此相爱的操练啊 所有的这些事情呢 都是在做预备 完全是在做预备 就像我上一周讲到 跟大伙说哈 给你的财富是你把的斧头啊 金斧头 银斧头 铁斧头啊 你说我们彼此相爱 学习圣经 学习真理 你是在磨斧头啊 磨啊磨 磨啊磨 磨完了要去砍柴的 要去做工的 你不能磨啊磨 磨啊磨 磨了一辈子 最后说 砍没砍 我没砍 我都在磨斧头啊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呢 忘了神呼召我们的 最终的目标 所以保罗说呢 哈 你们 你们是被神呼召出来 为他做见证的人 所以咱们呢 要去邀请别人呢 你说我 哎呀 我有点胆怯 不会说 不会说 你把他邀请来嘛 我们有人会给他说嘛 哈 你说那我 还想跟他说怎么办 那你学习嘛 对吧 你来上上课 我们告诉你怎么说 这是很简单的事嘛 对吧 那还有呢 你这行为做得好啊 要不然别人说 哎呀 行行行 我一定去 下次还没来 啥原因呢 对你不接纳啊 所以弟兄姐妹呢 咱们呢 要知道呢 我们是为神做见证的 所以咱们应该呢 迈出那一步啊 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我们开始呢 真正地为神去做见证 那这是第二个啊 操练自己的地方 那第三个呢 就是要去见证真理 你看保罗呢 在这里说哈 刚才说为真道 打美好的仗 那到二十节呢 他又说哈 他说你要保守 所托付给你的 你要躲避世俗的虚谈 和那敌真道 等等这些东西啊 他呢 在像提摩泰讲 也是对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讲 他说你要保守 所托付给你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责任呢 要为真理去辩护 我们有一个责任呢 特别是在教会里边呢 当别人有那种 似似而非的道理 当别人这个 似似而非的道理 可能对教会造成破坏 可能对教会造成分裂 可能对基督徒 让他的生命倒退啊 跌倒啊 当这些言论 这些理论出来 或者这些行为 我们知道他这个行为 背后是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呢 为真理而辩护 去斗争 所以我们基督徒 整天都在征战这种 不光是说 我们在跟黑暗的权势 做斗争啊 很多弟兄姐妹说 哎呀 牧师说 我们整天在征战 对呀 我们每天都在跟魔鬼征战 也可能是的啊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在给自己找理由 说真正的说 这个人思想有点问题 你找他谈一谈 不行啊 我正忙着跟魔鬼征战的 弟兄姐妹啊 咱们呢 要去为真理去辩护的 为真理征战呢 在圣经中 也是一个屡见不鲜的 这个话题啊 太常见的一个词了 征战啊 征战啊 是吧 我们要坚守自己的信仰 为我们自己啊 也为我们身边的人 为教会呢 去保护这个信仰 不妥协 我们不会因为压力啊 利益啊 改变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其实呢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因为这个世人就有感情的 人的感情呢 在有的时候呢 当你去坚持真理的时候 这感情呢 会跟你冲突的 为啥呀 你比如说 我们这里有很多组长 小组中的人 你花了很大的心血 你去邀请他 你去关心他 你去爱护他 然后他来到了教会 他也表示信了 忽然之间 他产生了一个神奇的想法 你 你说不说 你不说 他就在这不停地影响别人 就像保罗前面讲的 引起嫉妒纷争什么 最后会引起群体的分裂 你说呢 哎 他说我受伤了 我要走了 你说你 哎呀 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呢 你怎么去取舍呀 你会不会霍西泥呀 哎 中庸之道 哎呀 你这个有很多的道理 你这个也有很多的道理 这个大家心安无事吧 弟兄姐妹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什么叫做不因为压力 或者呢 这个利益改变真理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经常讲成功神学 我是经常去攻击人家 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也都明白什么叫做成功神学 我告诉大家说 信耶稣得祝福 对不对啊 那今天我们来说 信耶稣得祝福啊 对 完全正确 那圣经光讲信耶稣得祝福吗 不是的嘛 还要讲到呢 说那你啥叫信耶稣啊 耶稣说了 你要抛下世界上的一切来跟从我 跟从我了 我就祝福你 对吧 这是全辈的真理啊 那么说你怎么叫做 抛下世界的一切跟随呀 你要承认自己有罪呀 你要归向神啊 你要一心一意地侍奉他呀 说一句套话哈 说祝福 这是神给你的 那是神的主权 他不给你哈 咱不是不能要哈 说他没有给你 你就不能认为呢 那是我理所应当的 我天天读经 你咋还不祝福我呀 我每个主日都来教会 你应该祝福我呀 哎 我十一奉献 我都十二奉献了哈 我这次给了一笔钱 那我下一次又碰上啥事了 你咋不帮我呀 给我赶紧的 这个 那是交换啊 那是报酬啊 你认为那是理所应当的事 那是不对的哈 但是呢 成功神学 有些人呢 他在讲起这个事 他不讲前面这些啊 就说你要归信神啊 你要这个 放下一切跟随神 然后神再赐给你 他不讲这些 就讲信耶稣的祝福 想要吗 哎 来 咱们一块向神去求 这个呢 造成人的一个误解呀 你不能说他讲的不对 不能说讲的 有错误 我有很多朋友啊 做牧师的朋友 他就这么讲 那我们之间呢 也进行交流啊 讲说信耶稣给你祝福 信耶稣给你信心 信耶稣给你智慧 你说你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对呀 那圣经就这么说的哈 那我说 你什么时候讲讲悔改呀 讲讲罪的问题啊 但是我下次讲 哎 我没安排好呢 我安排好我就讲了 等明天呢 明天我就讲啊 明天永远都不会来临 因为我们活在今天嘛 这个实际上来讲呢 其实道理大家都明白 一个人来到这里了 来到你的小组 来到教会 当你向别人说 信吧 神会给你祝福 马上就要给你祝福 那他当然很高兴了 对吧 你要跟他说 你不悔改 没有祝福 还要下地狱 那一定不高兴了 你周五的时候 你提醒他 你说马上到主日了 咱们到教会去吧 他说我有病啊 一到那去 你们牧师就在骂人 说我是一定要注定下地狱的 一定让我悔改 一定让我抛下世界 来跟随耶稣 太不好听了嘛 我不去 我这好不容易放一个架哈 我高兴在家睡一觉不好吗 我到那去找骂 你看 那你相反说 哎呦我太愿意气了 每次你们牧师都讲 你来了 你要得祝福啊 你要谁要给你智慧啊 谁要给你力量啊 太好了 下次我也去停一停 在一个星期保经创伤哈 终于回去治疗一下哈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啊 我们站在讲台前 我们心里很清楚的 那你要怎么去讲 这就是呢 因为利益的原因啊 你会不会改变这个真理 这实际呢 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那因为压力呢 那这个 我们都是经历过这些的哈 这有很多的例子了哈 说我来到教会 我有信仰 那有信仰的人多么高尚啊 自己给自己心里暗示啊 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那你告诉他 你不是 你是一个罪人 他说对 我在神面前 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的 你说其实我不是大意思 我是说在现实生活中 你也是个罪人 他有点不难以接受啊 就觉得这怎么是这样呢 忽然现在真来了一个罪人 刚从法院被判 被从监狱中放出来 现在坐在你的身边 他是你的弟兄 你要去爱他 你跟他是一样的 你不要看他无会 你跟他一样无会 他觉得这个 你这不是看敌我了 对吧 我怎么能这样呢 我良民呢 所以呢 他不接纳呀 所以弟兄姐妹呢 你想一想 他说 我找一个圣洁的地方 我要走了 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去跟他 讲述这个真理呢 说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来到神的面前 你怎么去跟他 讲述这个真理呢 你会不会妥协呢 所以弟兄姐妹呢 我们去见证真理 为真理打美好的仗 不是一个空话的 这是非常现实的东西 我们要保护教会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信仰 保护我们这个群体 我们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神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说 神要求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去做 那怎么征战呢 说我们是不是跟他打一架 跟他吵一架呀 这个谁嘴更顺溜呢 谁就上前面去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的 保罗提醒呢 刚刚给我们的提醒 刚刚相反 他说 不要去跟他们争辩争论 他用了一个词 他说那些人 弄的这些事都是虚谈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读了一个 在提摩泰前书 那个更严厉的保罗的话 他说呢 那些人所说那些 跟你争论那些 那叫老妇荒谬的言语 也就是今天咱讲哈 八干都戳不着 八卦的事 这些根本就没有标准的 随心而愈的说这些话 这个呢 实际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表现那种极端的厌恶 他说那些 不切实际的 为了辩论而辩论的东西 好像呢 很有学问呢 实际上呢 他这个话呢 根本就不是从神而来的 没有一点根基 自己脑补出来的东西 你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你觉得很有道理 流派也好 主义也好 思想也好 你来跟我来说 咱俩立场都不同的 基础都不同 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 所以保罗说呢 那都是虚无缥缈的 那些东西呢 他完全呢 是虚谈 空对空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保罗实际在说呢 我们作为人来讲啊 你不要去用这个人的有限 去探讨神的无限 那个是很错误的 你不要给自己找一些理由 好像呢 就是说的很多 我很认真了 我投入很多 但是呢 不愿意去脚踏实地去做 神的道理 复杂不复杂呀 确实很复杂 你想啊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东西了 哲学 道理 什么各种 其他的这些理论啊 你想如果任何一个 世俗的科学 咱不用说流传几千 咱就说流传两千年 它会不会非常的深奥呢 会不会有很多的流派分支 学科啊 会的 一定是很复杂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信仰中的道理啊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 他依然可以明白 他依然可以拥抱这个真理 他可以成为呢 有这个真理知识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呢 这个真理没有那么复杂 啥叫没有那么复杂呀 神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嘛 很简单的事啊 我们的信仰呢 不是用来辩论的 不是用讨论的 是我们的行为指南 是让你去打仗的时候 去应用的 所以保罗呢 他非常反对这种信仰的空谈 更不要说呢 那个拿了一个错误的 自己脑补的理论 出来跟我们争论 那更没有意思了 所以保罗的前面就说呢 这个叫专号问难 争辩言辞 所以弟兄姐妹啊 你要知道呢 信仰是商量怎么做 你比如说我们小组查经 小组活动 学这些经文的目的是啥 研究研究道理 分享分享就散了 不是的 是说这个道理咱研究出来了 大伙往心里去 下个星期怎么按照这个信仰去生活 是这么一个目的啊 所以呢 又回到我们说的 保罗前面讲的 你知道这个真理是不是真理 是不是属于神的真理 他对不对呢 就看你怎么做 是不是可以让你对神更敬钱 你的信仰 会不会让你跟神的关系 越来越紧密 还是呢 越来越疏远 说的天花乱坠 做不到 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做到些什么呀 在教会中 你是不是让别人看起来 你是一个基督徒 每个主日你都来教会吗 你都参加崇拜吗 你有祷告读经的习惯吗 你向人传福音吗 非常简单的检测呀 你再说别的 哎呀 神如何爱人啊 我如何感动啊 不要说了 你就说你做到没做到 非常简单的事啊 生活信仰 信仰让你的生活越来越龌龊 还是越来越好啊 你的性格怎么样呢 有什么变化呀 你家里的人 你身边的人怎么评价你啊 他们是越来越喜欢你 还是越来越烦你啊 你的信仰对教会有什么作用呢 你是让教会越来越分裂 哎 这个越来越发展 还是说呢 随着你的分享啊 你的探讨啊 你的各种关注啊 越来越多的人 他不愿意来教会了 这检验的标准 其实蛮简单的 所以呢 保罗就说了 你碰上那些 满口圣洁的言语 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整天奇思异想啊 喜欢辩论一些 在他看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啊 但是实际的事情 一点都不愿意做 一点变化都不愿意有 他说这种人呢 你就别跟他辩论了 离他远远的就好了 他认为自己对 他就永远正确下去 我们呢 就按照神的要求 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 就可以了 郭德纲讲啊 那种人 你看他一眼 你就输了 因为什么 他不信神 圣灵没有感动他 你说的那些东西 对他都是灵 不用跟他争的 你还可能被他带偏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所以使徒说得很清楚啊 他说呢 咱们保守神给我们的道 不去跟他争论的 随便他 远避那些虚妄的言语 我们就要这方面操练啊 那分辨出来 离他远远的 我们跟他远远的 你就做到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做一个敬前人呢 这实际是神 给我们的一个要求 实际是一个命令啊 那十四节呢 他就讲啊 他说要守着命令 毫不玷污 无可指责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说你们要坚守住 坚持住这个命令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啊 在保罗提摩泰前书最后一讲 最后的这封信到最后了 他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来 希望我们呢 可以说同感一灵啊 就像当年提摩泰拿的这封书信一样 就像当年保罗直堂所建立的一些教会一样 我们拿着使徒给我们的信 圣灵通过他向我们说话 我们呢 可以坚持真理 我们呢 可以操练我们的敬前 我们呢 可以脚踏实地的啊 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 那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 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 咱们的信心呢 就体现在这里 坚定不移 毫不畏惧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说 你应该给我们那个冠冕 愿神能够祝福我们 我们一块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敬前的人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 也知道如何去坚持你的真理 天父上帝 我们就恳求你保守我们 也带领我们 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长存 我们把自己能够放在你的手中 愿你带领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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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